這個一輪文第133集 珍珠大拇指之下名的鬼壘 鬼壘它是在腳大拇指下面 但是我們在講庚潔跟本書的時候 都沒有這個腳大拇指之間穴道的移動 但是庚潔它在本書它是以羊肌脈為主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這個孫十秒十三滾穴 前幾秒十三滾穴 他就找到很多本書本書篇 本書篇它是十二斤外全部 就是從腳手開始 第一個穴就頸穴 所以是在水樂穴的樂壁論裡面 我們談到這個樂壁五十九書 水樂穴六十一書 這些他都有提到 這些大概有概念到這個頸穴 那在孫十秒在臨床上 那個鬼壘這個呢 那十三穴並不是十二個穴都整 當然是有必要是要十三個穴都整 但是這鬼壘就是腳大拇指下 這個在腳大拇指下就是鬼困 鬼困窘境行不得已耶 那這個腳大拇指他就是肝筋麥跟脾筋麥往上走 那膽筋麥跟脾筋麥往下走一道這個大拇指 所以一個人的生活的生活的行進品質行為思考 就決定要腳大拇指 大拇指是個行動的指 守大拇指呢 它是一個這個手舞主導 就是手為主 腳的行動是看這個大堆穴與白穴 所以我們在看下面的時候 他有說 斜刻以手足哨音太音足央之落 就是心生肺脾胃這五條落的時候 會胃耳中 上落左腳 不落屈絕 令人身外皆凍而無形也 撞落屍或曰屍穴 視其足大指內側指甲上 然後再吃足心 再吃中指甲 再吃手大指內甲 然後哨音內斷 然後以足管吹起兩耳 兵其左腳 左腳之腿 再驅冰穴 然後熱了以後 自營以美酒 那這個刺法跟我們現在講的 千金一方的十三滾穴 有些交集 但我們在根結篇本書裡也有些交集 那我就希望說 這些很複雜 但我們簡單化就是 先把頭部那三個區域 那根結的區域先畫出來 然後腳就是那三個穴道 字音俏音立對 然後這樣就可以慢慢讓 帶著讀者 學生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那多意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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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